唯鳴南韓的選手 他一臉認真的要開跳 竟然跳得十分狼狽 他雙手在半空中張開 無所適從 落水之際 竟然還四肢拱起趴地 使出了蓋世蛤蟆神功 姿勢就像在投降一樣 笑翻了觀眾 南韓跳水選手神情嚴肅 縱聲一躍竟然跳得歪七牛八 狼狽入水 正面看剛跳起來的樣子 就像在抬瓦斯 滾了兩圈 憑空撿起隱形的大西瓜 最後放大招 使出蛤蟆神功 用跪拜之姿 結束爆笑表演 來自菲律賓的選手 可就不一般了 很有氣勢地跳出去 結果四腳朝天 摔進泳池 但他的天賦 似乎用錯地方 雙手抱腿的他面露猙獰 沒轉一圈 臉擠得更痛苦 就是跳水界的表情地 落水之際 舉起雙手就像要投降 果然躺平 結束這回合 分數直接掛蛋 日本的兩位選手 踩著同樣的步伐 竟然跳出不同方向 左側跳板的選手 看似狡猾 直接180度 轉向後方 垂直下墜 最後甚至嬌羞地 翹起小腳 笑翻網友 吶喊的這位女選手 跳台上不斷醞釀 結果好像當機一般 不小心失誤 立定跳水 但他還是敬業地 維持筆直升姿 結果他第二次 一樣失誤 尷尬側空翻入水 讓他一臉遺憾離開賽場 記者